欢迎收看英雄联盟英雄介绍 本期的英雄是 未来守护者杰斯 杰斯可以自由切换近战和远程形态 既能发起先手并吸收伤害 也能从远处轰击敌人 灵活操纵这两个形态就是获胜的关键 杰斯的大招是变形 并且会在一级时自动学习 激活时杰斯会让他的武器变形至锤形态或炮形态 每个形态都有一套独特的技能 变形至炮形态后 杰斯的下一次普攻将会减少目标的护甲和魔抗 变形至锤形态后 杰斯的下一次普攻将会造成额外的伤害 此外 锤形态的杰斯也会获得护甲和魔抗加成 杰斯的被动技能是海克斯科技电容 每当杰斯让他的武器变形时 他会暂时获得加速效果 装备着锤形态的武器时 苍穹之怒会让杰斯跳下目标敌军 对敌人造成伤害和减速效果 闪天领域的被动效果 能让杰斯的普攻回复法力 激活后 他会在短时间内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伤害 雷霆一击会伤害击退并短暂击晕目标敌人 雷霆一击也会造成基于目标最大生命值的额外伤害 装备着炮形态武器时 电能震荡会发出一次技巧射击 在命中敌人或到达最大射程后爆炸 对爆炸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 超能电鹤会极大的提升杰斯下几次普攻的攻击速度 加速之门会展开一个墙体 所有穿过他的友军都会得到移动速度加成 另外让电能震荡穿过加速之门的话 他的速度射程以及伤害将会提升 用杰斯打野时 要记得不断变形武器来提升你的伤害 例如用炮形态机手打出超能电荷 然后变形锤形态开启闪电领域 是最快的亲眼方式之一 如果打ITC位置 杰斯在帮忙抓人时超级给力 当努努从后面包抄时 杰斯开启了加速之门和电能震荡 然后变形武器 苍穹之怒接闪电领域接点燃 对风女和赏金造成了成敦的伤害 医学到手并拿到了助攻 杰斯前期在单人路非常霸气 能在短时间内造成成敦伤害 在炮形态后进行一次普攻 变形武器 在激活闪电领域后 接苍穹之月和另一次普攻 当你有一大部小兵涌到敌方塔下时 就是你冲塔的最佳时机 加速之门接电能震荡 轰掉了船长几个雪 接着让杰斯利用移动速度放风筝 随后杰斯一记苍穹之月接普攻 在塔下强行拿到了一血 杰斯拥有一系列有趣的技能连招 锥形态下苍穹之月的减速效果 会让电能震荡更易命中 在船长摇摇欲坠时 加速之门让第二发电能震荡 造成了惊人的伤害 拿到了第二个击杀 杰斯的技能组 也能让他从某种艰难的出境下逃生 用炮形态起手 加速之门且变形武器 让杰斯一船长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一旦龙规的嘲讽结束 锥形态的雷霆一击 将船长震回去 让杰斯得以用闪现 安全地回到塔下 不一会儿 九筒前来抓人 杰斯选用炮形态作战 加速之门 接电能震荡 轰掉了船长半管血 让杰斯得以走上线 拿人头 然后变形为锤形态 用苍穹之月 接闪电领域 接雷霆一击 干掉了船长 电能震荡能在爆炸时 短暂地兴出战争迷雾 这意味着你可以用它 来寻找苍穹之月的目标 既能切入野怪营地 也能用来逃生 如果一走的不是坦克路线 那么用锤形态作战 就要谨慎行事 杰斯用苍穹之月 切到枪匪身边 雷霆一击 接闪电领域拿下击杀 但是他也在蓝薄的激活下 很快殒命 用碎皮出装 来把握战局的另一种方式 就是用炮形态来战斗 并在敌人隐蔽时抱团 电能震荡 接加速这门 再开局就轰残了牛头 然后杰斯继续蓝薄 发现了冲到枪匪面前的龙女后 杰斯变为锤形态 在苍穹之月后 将龙女快速推倒 现在有了人数优势 只要继续抱团就可以赢了 我推荐大家 在每一局里 只专注一种主要形态 想要更抗奏的话 就要依靠锤形态 想要忽略生存 极限输出的话 就要依靠炮形态 让我们来看一下 炮形态的出装范例 符文的话 带上固定攻击印记 固定护甲浮印 成长魔抗雕纹 以及固定攻击精华 天赋的话 我推荐2190 在攻击系里 点出所有物理伤害天赋 在防御系里 点出护甲和生命值天赋 召唤式技能的话 隐燃和闪现 让你玩得更具侵略性的同时 允许你从不利的战斗中逃生 装配的话 开具一鞋加三红 然后是多蓝之刃 或勘探者之刃 合成狂战士镜甲 购买吸血鬼全杖 然后直奔无尽之刃 填制一把幻影之舞 最后的轻语 阴血线或血色之刃 然后用女妖面纱 或奥黛恩的面纱 来完成出装 跟隐燃